我們將對我們物理的教學做一個新的挑戰 叫PBL的教學 這是問題導向的學習方式 那我們由我指導四位學生來共同完成這項教學的改革 首先我們先介紹我們這個裡面的教學目標 我們如何去設計整個的物理教案 那如何應用這些教案的目標 然後設定跟設定不符的狀況之下的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設定的這些教學的教案 然後由這些教案我們遵循裡面的法則 然後做教案的修改 那通常我們感興趣的人是否進行討論的時候 去觸發他們學習的動力 然後不讓學員覺得很枯燥的話 就是讓他們去學習 從一個教案裡面如何去發展他們認定的教育目標 那這個教育目標在之前是已經由這些所謂的Tutor 這些所謂的指導員 他們已經設定好某些教學目標 當他們從新的教案裡面去認知某些教學目標以後 然後經過指導員去做比對 發現不符的時候他們會再重新去推演教案 或者是重新去訂定教育目標 然後再把這樣的教案目標放給下一組去討論 然後以進行他們學習的認知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來舉個例 在我們的教育目標我們再提供 譬如說以運動學來講 我們分成幾個顏色來分別我們要教育的目標 第一個顏色是種類 包括像自由落體抛體運動 時間是第二個顏色 包括有幾個小時或幾分幾秒 那速度是紫色 這每小時幾公里啊 粗速度和墨速度 平均速度瞬間速度都包含在內 再來第四個墨綠色 它是包含公里公尺公分 第五個方向指上下前後垂直水平 那第六個速率是平均的速率 黑色我們將由這幾種顏色來標示我們的教案 然後我們要如何設計這個教案 第一個我們先讓設計這個叫設定我們的教育目標 由這些原始的指導員來設定目標 然後我們了解了教學的定義 然後我們在生活上找例子 以便於學習者能很快的進入狀況 尼定故事大綱以後我們把故事完成 然後設計了應用的問題 我們會去測試這些應用問題的難易度 它假如說這個難易度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們就設計完成 不能被接受的我們會再重新設計這個問題 一直到達他們被接受為止 那我們要如何運用這些教育目標呢 第一個我們會分組討論 然後我們去理解我們這些 這些Tutor他們所設定的這些故事 也就是按照我們的教育目標所設定的這些教案 然後再來由現行的成員一個Tutor指導一群成員 然後去找出初始的教育目標 然後由指導員帶領討論 帶領討論完以後會列出這一組認為這個教案裡面 它最終的教育目標是什麼 他們認定了什麼 然後他們嘗試去解決我們給定的問題的邏輯 再來它會在解決的過程中把題目的條件列出 包括這六種顏色 種類時間速度距離方向速率 列出來以後他們認知了 他們的我們要給他們的教育目標 然後再利用定律找出方程式 邏輯的條件和定律合併之後 我們解連立方成組 那這樣的過程我們去得到正確答案以後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解釋我們的教育目標 然後我們再把這樣的一個題目傳給下一組 或許我們會經過修改 或許我們會經過修改的部分是 第一個可能去修改它的教案的部分內容 第二個可能會去修改我們的教育目標 然後傳給下一組以後再重複同樣的動作 再從真主討論開始一直這樣下來 那假設我們認定跟設定的不符的時候 設定的教育目標是不符的時候 這時候學員就會去解釋我們的認定的目標 然後跟指導員做互相的辯論 然後我們會有兩個部分 就我們剛剛講的可能會對教育目標 對不起 可能會對教育目標去做修改 或者對他的教案本身去做修改 然後再認定我們的教學 再符合設定的我們就繼續往下 我們就定稿了 不符合設定的我們將要再從學員的解釋 就是認定目標開始 那譬如說像這個例子 宏奇回想當年的校外教學 他說最恐怖的就是我們盜幕神 那一直到他談到這個問題 就是盜幕神從靜止 於是我們標定了紫色 開始緩緩的上升標定了黑色 然後在上升的過程中標定了黑色 速度標定了紫色 這樣一錄下來我們把我們設定的教育目標標定在這些項目裡面 這個是他故事的下半段 標定了以後這些都是我們標定的方式 那當然我們需要的是有點幽默感 所以在我們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在討論的過程中會有一些幽默感 所以有一天 育成在學校考試回來 爸爸問考試題目能不能 他說題目不會很難 但是那題目不會很難你應該考得很好囉 那實際上 對啊題目不能但答案很難 像這樣我們會在我們的教學當中 插上一些我們該有的幽默 讓學生樂於去學習 然後這些都是同樣的方式設定的教案 然後在我們的 在我們設定教案之後 我們會設定這個教案該有的應用問題 然後藉由這個應用問題 藉由前面我們所談的步驟 讓他們去學著試著 在還沒有經過教學 而只經過討論的狀況之下 去解這個問題 那我們要的不是他精確的解出他的答案 而是他能非常順利的應用他的邏輯 譬如說像這一題 攀射機著陸速度是100每秒公尺 然後要以負每秒公尺平方 也就是這個是加速度的加速度停止 然後飛機著地到停止 薰石肉乾 這家飛機是否能在陶刀上 0.8公里的小島上面降落 那你看我們所要設定的教學目標 在這邊黑色深藍色 然後紫色橘色綠色 都包含在這個題目裡面 也就是說他符合我們的教育目標 我們為了這個案子 然後設定了一些題目 讓他去玩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在他們 非常熟悉這種運作狀況之下 再去上這個課 他們可以很容易了解 他們即將學習到什麼 這就是問題導向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 指引學員找出教學目標 然後假如我們設定的目標 跟他們認定的目標不符的時候 我們就會討論 如何去修改教案 如何去修改我們的目標 然後進行修改完以後 然後他們去討論他們的應用問題 是否能學習到東西 然後再往下一組讓他們去學習 照這樣講起來 他們可以非常的Enjoy在裡面 他們的互動會讓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訴他們 他們也能很清楚的去接受 老師即將要教他們什麼東西 這就是我們想要告訴大家的 PLB的教學的方式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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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